文阳兵国中新闻 文阳兵国评论 美国与伊朗这对老冤家 从5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之后 新的一轮又一轮相互威胁又开始了 面对强大对手美国 伊朗虽然只有招架之功 但并不是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在此前的文章中 我一再阐述伊朗拥有底牌 但这些底牌不到万不得已 生死存亡伊朗是不会使用的 其中就包括打击以色列本土的能力 在伊核协议被美国退出之后 世界各种关于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种种可能都做了预判 其中就有战争选项 美国军事干预 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 至于斩鱼不敢已经不是讨论的范畴 只是有没有条件 划不划算的问题 而且伊朗作为中东重要国家 美国是否要打破这一局面 就要考虑到更高层面的筹划 从体量上来说 伊朗是美国到目前为止 少有的强悍对手 即便当初美国当初对付伊拉克萨达姆 也是经过了十年之久的不断削弱之后最终才动的手 而伊朗不管从国土面积 人口 国家名距离都属于完整状态 直接动手 牵一发而动全身 美国未必能达到既有目的 反而会引发负面效应 从美国目前的国家大局来说 并不适合对外再次大规模用兵 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至今未结束 美军一直在这两国持续战斗 美国在这两场战争中所承受的战争后遗症以及创伤 至今依然在国内发酵 战争之后遗留的庞大财政赤字 数万参战士兵回国之后形成的战争精神疾病严重影响 美国在发动一场战争的决心 从纸面数据对比 伊朗军事技术实力 当然与美国差距巨大 硬碰硬绝对不是美国对手 但是很显然 在明知道对手长处的伊朗 绝对不会拿自己短处去与美军一较高下 假如战争真的降临的那一天 伊朗必然会把第二防线乃至第三防线作为主力 转移至伊朗高原的山区 不予强敌硬碰硬 让出纵深 有敌深入 美军所一张的海空优势 必然大面积破坏伊朗国家面貌 工业和城市化体系 全面转战事后的 而伊朗有几张底牌 在此前的文章中 我提到关于伊朗 会不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海峡问题 我的回答的是 敢 一旦把伊朗逼到墙角 伊朗封锁波斯湾必然是第一步 在国家有胜力量 转移到深山高原 一部分会在什叶派国家藏兵渔民 在整个中东与美国齐齐盟友展开U级战 在撤退之前 伊朗输千枚导弹 会同时射向美国在中东众多基地 尤其是以色列 一旦以色列同时遭受输千枚导弹同时打击 会有什么后果 可别忘记了 以色列在中东可不止伊朗一个敌人 沙特会代表的逊尼派国家 同样对以色列 又根深蒂固的敌意 以色列军事尽管强大 但若点是国家没有战略纵深 可持续战争力度有限 一旦伊朗完全死破脸之后 号召中东所有穆斯林 对以色列实施攻击 结果会咋样 伊朗国家什叶派力量在化整梅林之后 强大的圣城军必然会瞅准机会 让巴勒斯坦哈马斯找以色列麻烦 一旦大规模流血诞生 中东阿拉伯国家 必然有了干预的借口 中东会变成一团糟 美国即便只手遮天 要按住那一团火焰 伊朗未必被灭 但以色列必然有危机存亡 几十年在美国支援下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强大局面不复存在 这也是伊朗敢于面对美国威胁 直接把矛头指向以色列的缘故 美国敢点燃中东这个火药桶吗 和子列潜艇原创作品 没有授权 不得转发 有一个视频 在美国因果实际上 出品的审则 这些限制的缘故 或使以色列的缘故 人免权 立场 是 散越